原来他着急忙慌的坐台阶是为了卡点他的爱情呀 这里是波波现场看秀大屏显示的时间 九点半秀看完后大家还在临场中 波波就等不及了立马往台阶上坐下去准备拍照了 话说一个顶流怎么能坐台阶呢 这让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立马礼貌的叫起他 站起来后看了摄影师一眼再焦急的看了一下后面的显示屏时间 他这很明显的就是在卡时间呀 最后他还是在这一块找好位置继续拍 因为这里拍摄的角度比显示屏位置在正中间 一抬头就能看到他卡的时间了 所以他在这个绝佳的位置拍了好几张照片 尽情能秀着他的2133爱你站在 这跟他明目张胆的看双戒 秀手机卡包 秀手表这处处都可以看出他的用心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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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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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以前来过LA很多次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拍拉蒙 那如果作为演员的话 就是当然希望能够拍到 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角色 那如果有一天能来这拍戏 我觉得会很好 我很喜欢这里的很多的文化 我喜欢音乐 然后滑板 很多舞蹈的文化 我都很喜欢 哈哈哈哈 我喜欢那整个东西很高兴 有很多不同的加利福尼亚 L.A.的关系 都混合了 有些电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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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高兴和高兴 有些花椒 她就像一个电影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有活力 然后充满能量 想要去跳舞 我进来的时候 然后整个感觉像一个电影和真实世界交错在一起的一个场景 有些电影 有些电影 就是电影